德國總理梅克爾和內政部長塞赫弗見面 本來熱情深出手 但卻遭對方婉拒現場傳出一陣爆笑 在場所有人似乎都很有默契 一點也不尷尬 不約兒童大笑 因為歐洲新冠肺炎延燒 使得政要避免過多的肢體接觸 而在重災區意大利 一名議員戴著口罩進入議會 但卻遭到眾人嘲笑 這名義大利議員激動說 自己曾去過三個疫區 戴口罩是為了大家著想 沒想到卻被嘲笑 他發言完更是不滿 怒算麥克風 似乎就想表達 義大利官方對防疫散漫態度的不滿 而在羅馬更是出現了家庭群聚感染 義大利總理也簽署新命令 將全義大利危險狀況分區 個別提供管制措施 在過去24時間 近來有9次更多的情況 市委秘書長譚德塞更是點名 意大利南韓等國疫情是最大的憂慮 而歐洲也將新冠肺炎疫情提高至危險等級 觀光業大受衝擊 就連羅浮宮也因為員工憂心疫情 連續兩天拒絕上班 導致罕見閉館 而法國更傳出兩名市長染病 是歐洲首度有官員染病 結束中綜合報導